我們問一下就是邱毅開始爆料說 柯文哲覺得國民黨放話要他就範 所以直接下令禁止藍白接觸 那柯文哲剛剛講問的時候說 如果藍白合作的話 國民黨一定要當政的 那市長怎麼做 國民黨從來不放話 我們只有不斷的跟民眾黨的好朋友在對話 我們透過對話 透過溝通 透過很多的聯繫 希望大家能夠越來越團結 那我們先堆疊這些大家的一些氣氛 然後最後努力達到這個目標 我也祝福這個柯主席到美國訪問 一切順利 民調顯示要滿白合才可以順利 不過柯文哲剛剛被問到相關的問題 他或是國民黨一直放話說 要當政的政黨分數回座怎麼看 我是國民黨徵召的總統參選人 尤其國民黨在這一次的驅逆 七十三席裡面提名了將近九成 尤其我們有十四個執政的縣市首長 我們都會團結在一起 尤其我這一次接受國民黨徵召 來作為總統參選人 是我有一個永遠不對的信念 工作了四十三年守護中華民國 保衛台澎金馬這塊土地的人民 就是我們不變得持重 所以我不管到日本 新加坡美國 甚至跟所有人接觸 我永遠堅持這個信念 我堅持這個信念就是希望 能夠做到 讓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自見安心 台灣的這塊島島的人民 能夠安居樂業 過好生活 所以 誰能夠把這件事做到 就是我們團結支持的獲選人 國長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那個活動會跟 柯主席一起在同場活動 那等一下會有機會要接見嗎 那傳出柯文哲 有說夏立和藍白不能再見面 柯主席其實 我在西北市跟台北市 大家都有一些的合作 其實大家互動都很不錯 大家都是朋友 那平常的互動 我們都是自然 大家都會 為了我們自己的理念 大家共同 面對所有困難 接受挑戰 那剛剛那時候有希望就是說 如果說藍白很難談的話 那就一人做四年 你怎麼談 你有認同嗎 謝謝大家 我們最主要的是 像我出來參選的理念很清楚 就是保家衛國 讓我們台灣能夠永續環境的走下去 這才是我最重要的實驗 趙少康昨天就說這個 韓國瑜未來將 十月中的時候 將會出手來進行藍白河 而且趙少康強調的是 侯友宜他絕對不當負擾 那你怎麼看他們一直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而且邱宜有說說你已經有下令 就是禁止藍白河這樣子的接觸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不管是選舉或是執政 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社會運動 所以在這半年來 其實不管什麼圈圈合 差差配 我想一直是困擾整個台灣社會 一個重要的新聞 我還是認為這樣 其實更重要的是 要合作要有共識 特別是理念的結合 如果純粹只是淪落到這種權威的分配 他沒有辦法去感動人民 甚至讓最後你知道 那個一加一不要說小於二 會小於很多 就是說它不會有效 其實到現在為止你知道 對整個台灣現階段或是下一個階段你知道 我們整個國家要處理的大問題 我還是主張要先討論 這會比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藍白河這些更重要 像我是主張 台灣宗教要變成內閣制 但在變成內閣制 因為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所以在變成到內閣制過程當中沒有 我們有一個叫 過度階段 所以我會強烈主張你知道 恢復那個行政院長的立法院統一權 我們叫隔魁統一權 這一定要恢復 為什麼你知道 目前我們台灣表面上看起來叫民選總統制 其實喔 他是民選皇帝制 因為一旦只要選上總統 我用八個字來形容 叫做贏者權拿毫無自衡 而且我們目前總統的當選是相對多數 比方說你有四組人 你只要這四組人當中最高票 甚至也有可能會出現 假設今年有四組人選你知道 恐怕那個當選總統最後總得票率在38%的以下 因為四組人 這不像我們這個不像法國 法國說好這個如果第一輪沒有人超過50%的 那就選最高兩輪最高的兩輪再投第二輪 這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種 我們台灣目前這種相對多數 其實真正選出來總統 他不見得是代表最大的民意 但是他只要一當選你知道喔 贏者權拿毫無自衡 所以你看看喔 一個總統改了 從行政院長 各部會首長 到經濟部 經濟部底下的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底下轉投資的 轉投資的轉投資 以前我說有六千個 當然我沒有詳細去算那數字 不過不會差太多 所以這個是我們國家的危機 贏者權拿毫無自衡 所以我的主張是這樣 一定要先恢復這個叫隔魁同意權 讓這個總統的權力 一個程度受到制衡 然後喔 既然我們是要做三權分立 總統應當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這也不用修憲 目前的法律就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變成憲政慣例 總統不需要在立法院 接受很詳細的 各個委員的總質詢 但是接受政黨質詢可以 一般來講我們這個 在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有個叫政黨質詢 我印象中我們台灣民眾黨 大概可以分到15分鐘一個委員 所以總統 所以立法院隔魁同意權 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接受政黨質詢 然後再來比照美國 你知道 重要的官員 行政院重要的部會官員 他應當接受立法院相關委員會的聽證 你要知道美國你知道 總統要任命國務卿你知道 他是要到參議院去聽證 還需要投票的 當然不見得每個都投票了 但是通通要經過這種聽證的程序 所以 那包括這個18歲公民權你知道 上一次沒有過 我倒覺得這什麼 這表示藍綠兩黨都打假球 那如果每個人都贊成 怎麼會18歲公民權搞到最後還是沒過 再來會考間兩院 大家的態度怎麼樣 我也主張啦 但是會考間兩院侵涉到休憲 其實不用啦 以前黃國昌問我說怎麼做 我說很簡單啦 就這一任結束 總統不再提名新的監察委員跟考試委員 問題就解決掉了 那業務就撥到那個人事 行政院人事總處跟那個立法院就恢復 給他增加國會調查權跟審核權 像這些東西你知道 面對國家還有點國土重規劃 還有啦 中央與地方財政受制發分法 這已經講20年沒有修了 民進黨在執政之前也是信誓旦旦說要修 結果一執政你知道就不想修了 為什麼 錢是我在花的多爽啊 他根本就不想被解制 說到解制這樣啦 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在講什麼藍白河啦 差差配啦 其實更重要的是 當然政黨與政黨之間你知道 他的 他的那個政見不見得百分之百相容 因為百分之百相容就變成統一黨就好了 但是最起碼他在合作 他要有在價值啦 裡面有相當程度的相容 我們英文叫compatible 相容你知道 差不多在談後面的合作 所以這個是更優先的 國家的重要體制 國家的重要結構 當然更細節 兩岸的應對態度啦 台美關係啦 台灣兩岸關係啦 這些都要有一些論述啦 所以回哪裡的話就是說 你不談這個你知道 每天再談那個 我覺得台灣的老百姓不會買單啦 所以國內姐總說 你現在也不會買單嗎 那是不是你自己現在有下令黨 那就是說不要去有藍白河這樣子的接觸 不是啦 我有跟你們講說 接觸要有順序 第一步應該是先解決 我們這個政黨的共識 他們現在提出這樣子的要求 或者是他們現在放話你是不接受的 那國民黨一直在講藍白河嘛 他們的條件 第一不要比民調 第二 他們一定要當政的 我覺得這蠻奇怪的 這個 這哪一門值得合作